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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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有清香味也是不同的 它对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是有一定的好处 因为这个角比嫩 这个中间的纤维角比厚 这个纤维角比老 就完全不一样 炒的用的火候也不一样 来 咱们开始 加工 加工这个水芹 咱先别加工水芹 咱们先加工豆干 因为咱们这是豆干厂嘛 白豆干 其实刘主任这个豆干也分多少种 不管是白的 熏干 还有有咸味的 没咸味的 这个品种特别多 这个豆干呢 实际上刚才您说了 有白豆干 黑豆干 还有熏干 那么从白豆干来讲呢 它的营养价值呢 要比黑豆干和熏干 要更全面更好一些 因为这个白豆干呢 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100克的豆干当中呢 还有将近20克的蛋白质 而且它脂肪含量也低 还有一定的碳水化合物 而且呢 它的这个钙含量是非常高的 100克当中呢 还有300 将近300毫克的钙 我们先把白豆干 就是它算是一个机制量 然后咱们稍微加热 给它卤一下 不是 您给它片成片了 薄片 现在切成片之后呢 您要 我们把两火都开开 都开开 咱们加点油 加点油呢 这些虚的 来点姜片 来点姜片 您是要 我看这意思是不是要 要先煎点那个豆皮啊 豆干啊 豆干 煎一下豆干 然后我们这边做一个小卤水 什么 制作卤水 那大家要仔细看好了 再加自制卤水 可是既方便又卫生啊 把这个葱片 还有这个姜 姜 葱放进去 先在这里边煸 煸一下 这煸的任务 我可以给您 行 来 您来这煸的 我看着这个 然后再煸一个 辣角 还有辣椒 还有辣椒 它是一个小卤水 最简单的 家里用的小卤水 就是很实用 小卤水是什么意思 就是卤制这个豆干 要加点颜色 加点味道 我知道了 就是说用它煸出香味来 肯定还要放水 对 然后用这个汤 用这个味儿 然后卤那个 就是豆干 我们来点料酒 料酒 您闻那味道 就出来了 对 好 你加点水 还用不用放什么姜油锅 放点调料 调料吧 加点蚝油 这蚝油我在家也用 我都是这个菜要出锅的时候用 对吗 稍微的往前一点 别刚出锅 太出锅的时候再用 因为它融化了 速度稍微慢一点 因为稍微往前一点 稍微往前一点 来 来一点老抽 要点颜色 要点颜色 那出了以后这个就不是白颜色了 少点淡黄色 稍微深一点那种黄 一滴香油 家庭自制卤水的做法特别简单 锅中放入一点点底油 煸炒葱姜 依次放入一粒八角 几个干辣椒 烹入料酒 激发出香味之后 倒入少许的白水 加入蚝油 白糖 老抽和香油 卤水汁就制作好了 下面我们先把切好的白豆干片 入锅煎一下 我们炸这个 先煎一下 等于煎一下 我们拿西油纸吸一下油 因为怕它油太多了 它有水分 水分含量很高 所以煎的时候一个一个下 下是多了以后 它会粘连 翻不翻呢 翻个 一会得翻个 那就是说得上点颜色 稍微上点颜色 上点颜色 而且我觉得煎完之后 不再上颜色 你在做出这道美食以后 这个口感肯定是不一样 它有点弹性 是吧 它纤维纸整个都封存了 还是有点弹性 刘主 您看它这油可不少 不少用 是吧 但是我觉得好像也吃不进多少油 是这样 煎完这个的油 刘主任 这个油要赶快用掉 不要再反复炸 因为反复炸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致癌物质 因为我们炸东西的油 基本上都油温很高 这是一个 另外我们在炸的时候 我们尽量选择植物油 植物油有很多种 包括有花生油 有亚麻籽油 还有茶油 还有其他的油等等 那么这些油呢 我们尽量在家使用油的时候呢 我们要经常调换油的品种 不要说我这几年都用一种油 这样呢 每一种油的不饱和的脂肪酸 还有里面含有的维生素液 是不一样的 所以咱们别买大桶油 要买小包张油 比如说一个月或者一个多月就吃完了 吃完了咱们再换一个品种 对 但是最好的情况下呢 是家里面要多种的植物油混合用 比如说我做这一顿菜 那么今天吃的菜 可能我中午用的就是花生油和亚麻籽油 那么晚上我可以 也许我用的就是橄榄油或玉米油 这样呢就等于把所有的植物油当中的一些的它的特点 一些的营养物质我们都能够吃到 我明白了 其实还有一个方便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因菜而使油 也是一种窍门 对对对对 我们都是吃小皮的 但是好比说我们要凉拌菜 我们可能使橄榄油不用高品加热 对对对 然后我们使一点豆油 豆油来去炒别的菜 然后使一点动物质油来炒别的菜 这么搭着 我觉得可能均匀呢 就是还是小量 这么着大家能够吃掉的 刘主任您家就这么吃吧 我家基本上每顿都是两到三种的油 放在这个不同的瓶子里面 比如说我要今天吃炒菜的话呢 我以花生油为主的话 那我一定我要放一点亚麻籽油 因为亚麻籽油的维生素E含量是非常高的 您太专业了 老百姓记不住这个 反正您记不住您就是 就混着来 混着吃 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啊 您就换这样的吃 这就对了 您看这油吸的并不多吧 不多 其实我们给它瓶着搁进去 这就放进来了 放进来 稍微卤一下 这一这个都 有意思啊 都炸的焦了 这一卤不又软了吗 稍微半软 那种效果会最好 这个汁现在特浓 吃吧 有一点小糖 我当一下看咸不咸 就这种平味太香了 也不能太咸了 太咸了以后 待会儿您还得加盐 炒植物 先卤着 小火卤着 就小火请就行 就是小火请 其实这种不要大火煮 大火煮以后 它倒不好吃 就是小火请 刚才我们制作好了卤汁 豆干也需要提前处理一下 那就是先将白豆干 切成薄片 然后在油温达到五成热的时候 一片一片的下入锅中 防止它们相互粘连 小火煎到两面金黄 豆干发硬的时候即可捞出 用吸油纸把多余的油吸干净 然后把初步处理好的豆干 放入卤汁当中 继续煮六到七分钟 自制的卤水豆干就制作好了 下面要切一下配料 我们再来个北菇 换点颜色 然后加点菇类的纤维素 因为这个是条 所以这个要改成条 别的条 金色的条 你这北菇不就是香菇吗 对 发好的香菇 发好的香菇 这个香菇啊好像啊 刘主任这个干香菇 跟鲜香菇是有区别的 从营养上是吧 这个从营养上来说它有区别 但是呢 干香菇的香菇素含量 比鲜香菇要多很多倍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呢 吃干的最好吃干的 因为鲜香菇当中啊 含水量多 它的这个在干化的过程当中 它会产生它许多的香菇素 香菇素对人体有好的吗 香菇素主要是提高免疫力 提高人们的细胞免疫 对预防癌症是有很大的作用 所以这个咱就放干了 是 这个陈师傅又切了点彩椒条 这个彩椒啊 这个有这是红的 还有黄的 是吧 对 还有绿的 这个彩椒呢 因为它的颜色不同 它的营养素也是不一样的 也不一样 你比如说像这个红的 这里面含有这个β胡萝卜素 最主要的含有番茄红素是特别多的 而且我们吃起来 微甜含糖和维生素C都很高 青椒当中 另外你比如说像黄的彩椒当中呢 那么它含有β胡萝卜素 又多于红的彩椒 是这个 那么绿色的彩椒呢 它主要是含有叶绿素 又多于其他这两种 所以说这个蔬菜的颜色就代表它的营养素 那我明白了 就是像这种彩椒 如果能吃的话也换着花样的吃 是这样的 对的是多着多品种的吃 对对对 好了 我们把小料也备齐了 蘑菇 彩椒 水芹 葱姜 但是 我们开始要加根这水芹的时候 还有一个小问题 我们把这水芹 因为炒水芹的时候炒芹菜 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水多 对 会塌阳 没错 炒完以后 炒完以后底下就剩水 对 所以因为它水分含量特别高 然后我们想一个小厂门 如何让炒芹菜的时候少出汤 陈庆师傅有好方法 这里您可要看仔细了 给它搁微波炉里 微波炉里 对 家里都有微波炉 基本上 给它抽湿一下水 因为微波炉是从里往外打的 让它拖一下水的 拖一下水 马上把水控出来 好吧 这个方法特别好 特别好 我在家经常这样做 搁微波炉里 您稍微千万别拿保鲜纸包过它 一包的水紧出不去 那稍微得 那好 散开点 您说咱们有微波炉 咱们试一下 多长时间您说 2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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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应该能抽出水的 应该能 因为我在家总的没有 肯定能抽出水 吃生菜的时候 生菜 我都放微波炉 因为太只能巴翘了 完了有时候你自己个水焯一下就变颜色了 对对 放微波炉里以后不变色 对您说这对 不管是蒸还是水焯都变颜色 对 这还要吸啊 这上稍微吸点根 再把它夹出来 好 行了 这回可真脱了水了 你看干爽了 你看 对啊 对啊 还有闹着热气 你看 这就水分就出来了 对 它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把水分都抽出去了 我觉得这是个窍门 咱们有时候做这个菜做的挺好 就怕出汤 出汤 要不然就得勾芡 不勾芡就出汤 一盘菜叠后多汤 不好看也不好吃 用这种方法 是吧 对 比如那个小白菜 现在小白菜下来了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也可以用 而且这个方法还有个什么问题 特别好的 它防止维生素C的流失 水焯以后 全都流走了 这个呢还在这里面 都在 基本上没有随时 基本没有大动物 今天要学一窍门 学一窍门 以后做一些新鲜蔬菜 怕出汤的时候就这么做 怎么样 让芹菜少出汤的窍门 您记住了吗 其实啊很简单 就是把芹菜松散的放在盘子里 不要盖保鲜膜 直接放入微波炉 高火微上20秒钟 这样出来的芹菜既不容易出汤 营养损失的也少 好 现在该 我们该改一下那豆干夹出来了 我们夹出来了 吸一下汤 这样吸一下汤 它要保持原味 还要改刀吗 稍微改一条 陈老师 嗯 这我觉得自己做香肝的方法 比买薰肝要好 因为薰肝呢 它也是一个地方风味 但是薰肝里面呢 它还有一定的致癌物质 包括这个亚硝胺 你像这样自己做呢 又安全又科学 而且也达到了那个 这个风味的特点 我跟您说刘主任 这个味儿啊 真的特别香 您闻这吗 是的 这个味儿真是 我觉得这个就你说的 就这个叫什么 这个小卤水 小卤水做的太好了 这个东西呢 可以知道吗 就别冻冷藏 咱还可以下次 或者说 找一个小盒封好了 下次再吃 没问题 好吧 我们来炒这个菜 来点鸡油 这是什么鸡油 来一点鸡油 动物质油 因为全是素的 哦 加点动物油 用点鸡油 它会香 炒这个菜的时候 还是少小一点火 小一点火 小一点火 我们先煸什么 葱姜 放一点鸡油 喝点葱姜 取一些动物质油的味道 对 取一些味道 因为确实是纯素 太纯素了 刘主任 您说有时候厨师乐意 放一些动物质油 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我们就要看动物油 在什么人去吃 不是说放绝对的 放动物油是错误的 但是如果是一个高脂血症的人 有关心病高血压的人 那么我们做一些青菜炒蔬菜 尽量就不要放动物油 这样呢 会减少它的血压升高 如果你要说我身体很好 我长期吃素 我不吃肉 那么适当的放一点动物油 这也是可以的 好了 我们再下 谢谢 来 我们来点小料酒 来点手起的盐 一两滴香油 这道菜啊 我觉得好就好在 它实际上这个味道都是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小卤水 小卤水 出来的味道 大家都看到了实际没有放 也没放味精也没放鸡精 是吧 就是纯的 就是这个大料 包括蚝油 包括其他的一些葱和姜的味道 对 嗯 特别少特别少的一点水淀粉 还要来一点吗 一点 一点汤都没有 一点 就是我说一点是 就是你打了欠 让人看不出来那种感觉 收一点汁 因为它水清不挂位 好 来一点小油 齐了 亮亮的 这道清脆爽口 卤味十足的豆干炒水芹 就这样闪亮登场了 它的制作要点是 第一 锅中放入少许的底油 煸炒葱姜 依次放入一粒八角 几个干辣椒 烹入料酒 激发出香味之后 倒入少许的白水 加入蚝油 白糖 老抽和香油 制作成卤水 第二 白豆干切成薄片 在油温达到五成热的时候 一片一片下入锅中 小火煎到两面金黄即可捞出 用吸油纸把多余的油 洗干净 放入卤水中 煮六到七分钟 自制成卤水豆干 第三 水芹切段之后散开 放入微波炉 高火二十秒 蒸发水芹中的水分 营养不容易流失 第四 锅上火 倒入少许的机油 放入葱姜 香菇 豆干 煸香之后 放入水芹 烹入料酒 盐 香油 彩椒 出锅前 淋少许的水淀粉和机油 即可出锅 这豆干炒水芹就做好了 大家看这道美食是不是很精致 关键是什么呢 它不出汤 水芹本来爱出汤 所以陈师傅必须给大家总结一下 他要领 怎么就不出汤 嗯 其实呢 就是陈老师那个工作最最重要 为什么 我们把水芹搁在微波炉里低温 打了那么二十多二十秒 这个是刘主任给我出的主意 哦 然后您让我去做的 所以我就配合了一下嘛 然后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大家那豆干 豆干 小卤水浸完了之后 一定要吸油吸水 对对对 吸完了之后 完了一次下去 所以您看啊 这道美食 可以说一点汤都没有 这很难得啊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向大家介绍了这个豆干炒水芹 除了学做这道美食 这些技巧之外 关键是通过这个美食呢 我们又从刘主任那儿 得到了很多养生 健康方面的知识 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天天饮食 明天再见 明天见 明天太太 朗神 明天但会 знаете 您还不得了